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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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人会长时间在细胞培养的不同阶段有规律地进行晃动和翻转操作 整个细胞培养过程持续10天以上 这对机器人的稳定性要求非常的高 通过机器人可以减少人工操作 比传统的培养方式效率提高两倍以上 而且环境温度不应人员的进处而改变 确保疫苗成品治疗均一稳定 使用10套V2机器人后 我们达到了最高的检浸标准GMP A级 这对于普通机器人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10套V2 TX200无均版 专门为捷径式环境设计 具有抗冠化性和其他高效清洁剂的能力 机器人支持的自动化生产 具有减少资本投入和降低运营成本的优点 另一个优势是安全性和稳定性 37摄氏度的温度和5%的二氧化碳浓度 对于员工来说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 使用机器人后 员工不需要持续待在操作间 减少了污染的危险系数 此外 单个细胞工厂框架的重量超过100公斤 需要自动化设备操作 在实验数据对比中 使用史涛比尔机器人带来的结果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史涛比尔还提供了高质量的服务和技术支持 包括授前模拟 授后服务和培训 承大生物疫苗生产自动化 是此类机器人在中国生物技术生产中的首次应用 我们对史涛比尔无菌机器人产品和解决方案 非常有信心 目前新增了一批订单 用于扩大生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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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